涉嫌性骚扰及非理事七岁洋女长达八年的四十九岁华裔牧师梁廖 今早被带往不成性侵儿童特别法庭面控 被告今天出庭时身穿一件米色上衣 脸色凝重不时四处张望 他在步入法庭时未免样貌曝光 把头埋在衣服里因看不清前方的路多次险些摔倒 被告梁廖共面对两项控状 第一控状指他在2011年11月 在他位于林市乌达玛的住家 强迫性把生殖器官置入当时只有11岁的受害女童的嘴里 以抵触刑事法典D377A 违反自然性行为条文 可在377C条文下同读 一旦罪成被告可被判监禁不少于五年 但不超过20年 另加边刑 主控官指出被告所犯下的罪行严重 受害者不仅未成年 双方甚至是养父养女的关系 如果让被告保释外出 对方会借机骚扰受害者 因此向法庭要求不让被告保释外出 而被告的代表律师在求情时表示 被告是一名获得社会尊重的牧师 在案件有判决前都属于清白 但是法官经过考量后 不允许被告保释外出 并责定案件在12月4号过堂 MTV7综合报道